不過呢 在整個地緣政治的部分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在先前大陸的軍演擾臺 而外在前線的金門 很多人就說會不會呢 這個感覺上有這個戰雲密布的感覺 不過落透社的記者 他們到當地去走訪 其實他們的民眾感覺上是還蠻自在 還是有在喝酒 不過他們也說 如果說真的有戰事的話 他們是很容易 很願意去保家衛國 說到金門 我們要請見訊帶我們看 是 一定都會提到金門高粱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這個金門高粱的投暴率 甚至可以打敗定存跟房地產 好 我們剛才講說 股票今天黃成勳來 大家很開心 那中國大陸的軍演 會不會成功另外一隻黑天鵝呢 目前看起來好像大家沒有那麼緊張 擔心這件事情 那結束臺灣這邊的軍演之後 最近又在宣布了在哪邊呢 在這個東海寧波象山那邊 進行實彈演習 這次真的有實彈 而且為期三個禮拜 我看到象山 時間就很長 看到象山我就嚇一跳 還好不是一定贏那邊的象山 是 東海寧波那邊象山 實彈軍演三週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的嚴重 而且這個外媒 就到金門那邊去看 當地民眾我們很緊張 因為身處第一線 結果沒想到當地的民眾發現 沒有什麼事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金門的酒廠 金門的高粱酒 現在好像變成臺灣 很熱門的伴手禮 你去金門一定要買高粱酒的 金門就是買高粱酒 跟買什麼 買菜刀 我們現在發現從Youtube上面發現很多韓國人都在討論這個金門高粱很好喝 其實很多我也有韓國朋友 他非常喜歡金門高粱酒 對 在Youtube上面去梳爬之後發現很多這個直播主都在那邊說這個高粱真好 比這個韓國的燒酒還要好好喝 是高級的燒酒 那有些喝了就直接躺平 然後在那邊開直播還蠻有趣 好 那結果發現裡面有種口味 他們特愛 就是有人參口味的金門高粱 那最近剛好超商也推出這個 有這個人參口味 還有什麼 還有葡萄口味跟泡泡椒口味 因為韓國天氣冷 所以他們就喜歡喝酒 大家覺得會比較身體比較暖和 所以對一些比較烈的酒 他們其實都還蠻喜歡 其實高粱酒58度以上 所以大部分都是男生在喝比較多 好 那我們講說最近超商在推的這個高粱酒 有人參口味賣的特別貴 是一般市售大概兩倍以上 而且還很夯 很多點都被搶光光 那為什麼這個有特別口味的人參味這麼夯 除了你剛才講說韓國人搶之外 就是因為這個口味是很難得 金門球場開了70年 只有兩年釀出有人參口味的 你以為說 所以他很少 你以為說你要草莓味就加草莓 有人參就加人參嗎 不是這樣子的好不好 這個釀酒就跟不管是紅酒還是白酒一樣 還有特殊的菌種 然後特殊的天氣 然後溫度氣候都不一樣 所以每年的釀出來的酒口感也不一樣 所以今天講的就是人參味的這個酒特別的貴 好 我們講到了金門 金門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它的福利特別好 它有配酒你知道嗎 像最近這個端午節要到了 又可以配酒 對 對 配酒 成年人 就是你在金門 只要滿四級的這個戶籍 滿四年 就可以配給你大概12瓶 哇 數量還不少 對 而且你中秋還有這12瓶 當然不是免費 但是它是市價大概三折兩折 這樣子很便宜 所以金門人只要缺錢的時候 我把這個家裡面的酒拿出來買就好了 對耶 因為一個人一年就三節就36瓶 那36瓶如果一家四口的話就這麼多瓶 所以金門高粱這拿出來賣 結果沒想到因為這些成年 我放可能都放了五年十年了 拿出來賣投暴率不低於這個軍工價的18% 哇 18%是投暴率 要18%自己存 存了就有好不好 那像民國81年的這個白金龍拿出來拍 一箱就拍了40萬 那每瓶從300塊漲到3萬塊 後面多了兩個零 但是這也是經過了三十幾年的時間 不過這投暴率還是很驚人 好 斐雲可能要說酒這麼驚人 他定存 可以打敗定存 可以打敗房地產 那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酒這種東西就跟你去郵票 或者是收集很多錢幣一樣 對 越稀有的是越值錢 而且有特殊造型的也越值錢 譬如說金酒之前有那個什麼十二生肖 就很值錢 總統的什麼就職也很值錢 建國百年也很值錢 最近什麼玉錫酒也很值錢 可能有一些紀念款的 而且紀念款每款有些是多有些少 越少的越值錢 特殊口味的也值錢 我們講說金門高粱 它的濃度很高 58度 最近推的是38度 但是就是他想說要打開這個市場 以前的金門高粱找誰代言 吳念真 王偉忠 受眾都是我們這種大叔 所以金門酒廠 比較以男性為主的 金門酒廠就想要講說 有一些愛情做包裝 他們跟總經銷就是黑松一起來推 二零二人就推一個首款的鼻翼鳥 就是有愛情概念的 像就是主打像你這種貴婦的 他有一百一十顆四華洛西奇的水晶 而且是純金包覆 所以他上面這個金色是純金 對啊 他就是有愛情 有奇幻 有奢華 給他不同的元素 而且這鼻翼鳥很漂亮 對 就是要看看打開不同的通路 好 不過說到這個金門高粱 感覺上這個投包率是很高的 不過我們說到大陸 大家一定會想到就是毛 這先前還是股王 結果他現在這個價格 真的一落千丈 我們先來看茅台的股價 最高從兩千六百元人民幣 現在剩一千六百元人民幣 跌了大概一千人民幣 他反映的當然是中國大陸 最近總經比較不好 所以歌舞升平 酒醉金迷 那歌舞並沒有那麼好 就是經濟沒有這麼好之後 大家比較蕭條 酒就沒有那麼必要喝 或者比較喝不起 所以股價當然就蕩下來 講到這個中國大陸的茅台 我們想說他最有名的是什麼 飛天茅台 喝了會飛天 還是飛了也要喝 那沒有想到股價或者銷量 最近是遁地 對 這是還蠻兩極化的情況 以前大家都想要送茅台 價格很好 就是送禮很有面子 拿出來 因為以前一個茅台 定價可能是大概兩千四十人民幣 但是他的黑市 因為供不應求 對 價格都炒得很高 臺灣可能一坪就一萬二一萬三一萬五都有 但現在越降越低 因為賣不好 現在降到多少 現在可能七八千 腰斬左右 那就是賣不好 所以當地怎麼辦 就不斷地裁員 減薪 那根據這個天眼數據 這個兩千零四年前四月的這個企業 註銷數量就倒閉的數量 倒了兩百五十五家 今年一到四月就就 就已經註銷了兩百五十五家 是去年的將近一倍了 對 好 那貴州茅台 當地都嘛是白酒一條龍 裡面很多大商小大酒商小酒商 那經濟不好怎麼辦呢 就只好薄利多銷 以前小酒商想說 一瓶賺一百塊人民幣 現在十塊人民幣 我就把它出去換現金 賭現金 有沒有 所以只要賺十元 所以現在貴州茅台 不管是股價也好銷量也好 它的利潤也好 都反映出一下中國大陸 不太景氣的一個情況 那不只這樣子 還要面臨到被仿冒的一個情形 其實台商大家都知道 茅台貴雖貴 但是喝下去有時候會隔天 你會暈或者是不舒服 那因為夾酒很多 那現在茅台本身 茅台打茅台鎮 茅台酒是貴州茅台酒 對 那現在很多仿的叫貴州茅台鎮 但他看起來都很像 有沒有 真的很難 不仔細看真的就分辨不出來 都是紅白的都有斷帶 其實看起來都很像 有沒有 但是其實價格差很多 我們想說正宗的一台飛天茅台 大概一瓶要一萬多塊 他這邊給你六瓶不到一千塊 一瓶才一百多塊 好 所以茅台最近可以說 暴力的時代正式的已經結束了